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一項新規定 志在保護患者在跨州進行墮胎、人工受孕、避孕 以及其他生殖健康護理時的醫療、信息隱私 這項新規是對HIPAA隱私規則的擴展 而HIPAA是健康保險流通與責任法案 為一項志在保護個人健康相關數據隱私的法規 新規定禁止泄露患者的生殖健康護理信息 還加強了對患者、家人以及醫生的隱私保護 民權辦公室主任Melanie Fontes-Reyner強調 根據新規定即使患者跨州接受相關護理 其醫療紀錄也會受到保護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 Xavier Becerra表示 這個舉措是自羅蘇偉德案被推翻後 聯邦政府為保障生殖健康護理服務 而持續努力的一部分 新規出台之際 全國已有14個州全面禁止墮胎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